另外一個部分呢 軍事專欄2月29號的報導有說 印度陸軍中央司令部已經下令了 準備要在北方邦的一個地區 興建一支部隊 翻號是他們的第18軍 當然主要呢 就是因為來自於這個中印邊境 現在最近事情蠻多的 您怎麼樣看 我覺得印度一直把中國大陸 當作他最主要的競爭對手 所以他一直 他的整軍經武 他的所有的科技發展 都是以中國大陸為假想敵 在做這樣的操作 那這個我個人認為是個烏龍 就是他其實本來的目的 是要幫莫迪慶祝 航天產業 結果沒想到後面貼圖 貼錯貼成大陸的火箭 那我覺得這個大概 就是一個編輯錯誤 應該不是太嚴重的一件事情 只是一個很大的一個烏龍 但是問題是他的18軍 這個東西就比較不一樣 因為中國大陸跟這個印度在戰南這邊 一直有領土上面的糾紛 那過去也曾經發生過戰爭 那前幾年也一直不斷的有相關的衝突 那雙方本來的約定就是 在這邊不能夠使用熱兵器 只能使用冷兵器 所以就是發生了好幾次這樣的鬥毆 那雙方對對方當然也都有所防備 那印度也知道中國大陸的軍事實力越來越強 特別是中國大陸現在在高空的機場 因為他對印度有居高零下的優勢 所以他在那邊的機場 很多他已經配備在高 適合在高空起飛的這些戰機啊 或是其他轟炸機啊這些東西 所以這個對印度來講當然是個大威脅 所以印度一直想要整備他們北方的這些相關軍隊 所以他會去加強步兵砲兵航空兵這些都是理所當然的 那他的防空旅工兵旅也一定會去建構 那可是我一直覺得印度想太多了 也就是當然適當的防備是一定需要有 可是你真的會認為中國大陸會越過喜馬拉雅山去打印度嗎 我不認為中國大陸會做這樣的一個選擇 因為毫無必要 中國大陸現在當前最重要的競爭者是誰 就是美國嘛 中國大陸是以美國為競爭者 他不是以印度為對手啊 是印度自己把中國大陸當對手 所以我覺得印度把大量的資源耗在這個地方 其實是一個不大對頭的事情 那個與其說是真的要去跟中國大陸競爭 不如說是他在展現給印度自己的人民看說 我們在這邊的實力是不輸給中國大陸的 我們是有資格跟中國大陸競爭的 可是你看歷次發生衝突 你有看過包括中印戰爭都一樣 中印戰爭中國大陸打完 其實他就撤回去 為什麼 因為他他也知道 你要翻越喜馬拉雅山去侵略印度 是個不切實際的東西 所以他一直守 他希望跟印度保持一個相對和諧的關係 因為他最重要的就是要發展他的經濟 他現在最主要目標就是在經濟上要超越美國 然後經濟上超越美國之後 才能夠在政治上在軍事上在外交上 能夠慢慢壓過美國 這才是他的首要目標 好 非常感謝辮子妹 我們繼續來討論俄烏戰爭的部分 問一下介大使你怎麼樣看 現在這個中國他們又要再度派出這個特使 來展開第二輪的穿梭外交有沒有用啊 我覺得這個很多事情成不成功看時機 我覺得就是說中國大陸這個派特使 還有就孫維東也去俄羅斯訪問 當然基本上都是為了怎麼樣 就是俄烏戰爭 那這個應該是一個 我覺得大陸在判斷在時機上 因為大陸對俄烏戰爭的一個致死 到今天的立場就是四個字 勸和促談 對 勸和促談 所以也中國大陸過去也有 就是說對某個區域做特使 那這個中國大陸特使事實上 過去也一直在活動 可是他沒有比較高調 李輝沒有那麼高調 有一段時間 他是比較在低調的還在進行 可是這次就比較高調 然後孫維東也特別跑到莫斯科 那基本上我覺得是看到那個勸和促談 這個目的達成這個目標的時機 可能這現在是一個 為什麼 因為整個歐洲 現在他們在討論就是說 整個歐洲除了烏克蘭以外 他們是對這個俄烏戰爭感到什麼 疲倦 他用這個法文叫Fatigate 他們就用這個說 用疲倦感 其實疲倦感就很奇怪 因為如果說 你都是凱旋 美戰皆皆的話 你不會疲倦 你還是眼神放光芒 還是充滿了這個怎麼講 未來的好美好的嚮往 可是現在沒有 最主要就是說三年下來 當然打了兩年 每一年都有一個重要的戰役失敗 第一年的話你記不記得 馬里·吳波爾打了失敗 第二年也一場重要戰役 今年又一場重要的 這一場重要戰役是 阿菲耶夫卡 就2月17號 而且是烏軍撤出 這個地方阿菲耶夫卡 它的這個很重要的就是說 它是經營了10年的據點 那個防禦公司是在北約的協助下建立的 因為二武戰爭是2014年開始打的 不是今年開始 不是兩年前 正是你應該是2014年開始打 所以阿菲耶夫卡變成一個重要的 一個好戰略據點已經有差不多10年了 10年打下來放棄了 所以我覺得就是說這個過程中 西方的講法說 這個炮彈比例是1比10 烏克蘭講是1比7 不管是1比10跟1比7 你沒有到彈盡圓決啦 可是你彈藥根本不夠你怎麼打 彈藥不夠原因是什麼 烏克蘭本身沒生產 就是美國跟歐盟在幹什麼 你資源不夠 那馮德蘭現在提出這個建議 你覺得有幫助嗎 我覺得馮德蘭這個建議會被歐洲人罵死 因為這筆弦現在在比利時 比利人手裡 這筆錢是凍結的 這個俄羅斯的外匯 你這個基本上說實話 這個你只是保管人家的錢 這是人家的錢 你這個銀行基本上 你不能用任何理由說 我把你的錢給他沒收了 讓我來製作 另做他用 這個就是西方人用他的怎麼講 他們犯的最大的一個錯誤 人家就講 美國犯的最後就是把美元武器化 然後呢 西方如果歐盟這樣做的話 就是把歐盟所有的金融業的 幾百年累積下來的這個所謂的信用 也做武器化以後 誰還敢在你那邊存錢啊 誰還敢錢把你經過歐洲人經手啊 我想這個會把歐洲的整個銀行業 幾百年數百年的那個所謂他的那個可信度 那個聲譽會毀掉 可是你知道馮德蘭基本上他現在是很不受歡迎的 他不得到他自己德國人的支持啊 他想要去做北約的秘書長對不對 德國的總理反對 結果他希望連任歐盟的這個職委會秘書長他也沒希望 所以他現在講這話我覺得就代表他個人嘛 要從歐洲的銀行裡面提出去了 那你不要忘記 歐戰爆發以後 俄武戰爭爆發以後 歐洲已經有個大銀行 就是比利時的這個 不就是瑞士的這個 瑞士信貸 這個公司這個銀行幾乎垮掉了 那是讓歐洲人不可思議的 那這樣戰爭是造成的影響是很大 不過整個來講中國大陸現在勸和促談 我覺得基本上 大陸應該是俄羅斯跟烏克蘭 都可以信任的一個 一個國家 前兩個禮拜 這個王毅在這個 在慕尼黑跟烏克蘭的外長見面 兩個人見面的時候 這個所謂的這個肢體員 烏克蘭外長是用兩隻手握著 王毅的一隻手 那態度非常誠懇 所以不要相信這些西方媒體 好像說這個烏克蘭 有一個議員說 他要跟著美國人一起去攻打中國 這是烏克蘭的普遍的民意 不是 到現在為止 你看這個烏克蘭政府 我覺得中國大陸還是寄予 寄予一種期望是什麼樣 就有一天他需要跟俄羅斯彈劾的時候 他希望中國他是比較他可以信任 因為中國大陸就說在俄烏戰爭裡面 我是沒有唯一沒有私利的 私利 意思就是說其他在俄烏戰爭都是有私利的 因為地緣政治來講中國大陸距離很遠 而且中國大陸在戰前跟這個俄羅斯跟烏克蘭都是有很密切的關係的 你不要忘記瓦良格是從烏克蘭裡面買過來的 那中國大陸近十幾年的這個軍工 就是說烏克蘭的這個軍工專家很多現在還在中國大陸工作 那所以這關係是很密切的 那所以就變另外一個就是說烏克蘭也很清楚 如果這場戰爭結束以後他國家要重建的話 誰有這個幫他做大型基建 以及願意給他貸款的一個有這個能力的國家 大概就是中國大陸 你知道歐盟27個會員國 給答應給這個 給這個烏克蘭500億 四年給他500億歐元 這裡面有376億是什麼 是貸款 要還的 人家說烏克蘭現在能夠抵押的時候 所有的他國家的資產已經抵押光了 差不多了 給他的證款也不過一百多億 所以歐洲是怎麼樣對烏克蘭很清楚 那今後如果要修一個基建的話 我剛才在歐洲要修一個海港的話 那個不是三五年 可能十幾年才修得起來 他要整個進行國家重建的時候 他很清楚 大概基建狂魔就是中國大陸 所以中國大陸現在我覺得 為了執行他這個勸和促談 我覺得這個他認為是一個好時機 我最近試了一個東西真的很有用 所以要分享給大家 那就是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吃了兩三天 真的有明顯的感覺 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質變好囉 那你知道睡得好呢 整個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專注 當然情緒也就變得更好了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我才認識了這個克菲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益生菌所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夠維護消化道機能的正常運作 而且還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強大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他把它叫做神仙的禮物 而您知道嗎 有上千篇國際研究證實克菲爾益生菌 不僅是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影響全身的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總的平衡 這是解鎖身體健康精神健康的鑰匙 對於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季節敏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們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輕輕鬆鬆沒有負擔 每日克菲爾時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購為健康下單 也記得輸入推薦碼有額外的折扣喔 高 文化 那個 經濟 快點 請 始至少 過 哨 是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